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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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台主席江泽昊 以及香港大学学中会刊物学院总编辑刘建希 传出也被警方带走 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 目前有社会人士公开认为 香港当局不应该以法律手段来对付学生 对此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冰强表示 特定身份不是求情的理由 香港当局行动是以证据为本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天也强调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任何人或是组织违法 执法部门都必须依法处理 这起事件源自于今年7月1号深夜 50岁的梁姓男子在铜锣湾 闹市持刀刺伤一名原警之后自杀身亡 香港政府将致敬事件定调为 孤狼式的本土恐怖袭击 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7月7号晚间开会 通过申请哀悼刺警嫌犯的动议 引起香港特区跟庆建制派阵营的猛烈批评 香港大学校方随后向媒体表示 评议会美化暴力袭击 为社会带来错误迅疾 强烈谴责评议会通过有关决议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前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李国章教授 也对英文南华早报表示 欢迎香港警方国安处调查港大学生会 并且将考虑开除涉事学生 港大学生会其后宣布撤回相关议案 并且向外界致歉 部分干事会跟评议会成员请辞 港大校方随后宣布 终止承认成立于1912年的学生会 下令学生会迁出办公室 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16号到学生会办公大楼进行搜捕 在包含学院跟校园电视的办公室之内 拿走多项证物 而8月4号港大校务委员会颁发禁止涉及该次议会的学生进入校园 香港2019年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 有志者成立612人道支援基金 援助在运动之中受伤或是被捕等需要协数的人士 不过612基金在本月18号表示 因为负责托管资金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将结束运作 612基金已经制定方案将有秩序的停止营运 综合媒体报导 612基金今天上午在联署发文表示 612基金接货资金托管人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的通知 真普连将会在短期之内结束运作 因此612基金已制定方案有秩序的停止运作 目前将由真普连提供的银行账户还在运作之中 基金内的资金也还没有被冻结 而下午612基金召开记者会 基金托管人书记主教陈日君 大律师继前立法会议员吴爱宜 歌手何运师学者徐宝强担有出席 吴爱宜在会中表示 在变化不可测的政治环境之中 常怀警惕 可能有一天612基金将被迫停止运作 而现在这一天已经来临 吴爱宜表示612基金尚未达成目的 就要被迫停止运作 我们深感遗憾 不过他表示基金已经运作很久的时间 是港人创造的历史奇迹 他们足以自豪 基金只是民间力量的一个部分 未来就算没有612基金 依旧无数或大或小的民间支援 只是形势不同 612人道支援基金 是由知名香港歌手何运师 前立法会议员吴爱宜跟何秀然 以及香港天主教 龙修主教书记陈日君 领人大协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曲宝强等人所创立的 在今年7月的一份年度报告之中 资料显示有2221名人士 曾经参与示威行动而被控告的人士 接受612基金的援助 并且近半数的案件已经完成审讯 当时该团队表示 因为含有365期审判法院案件还没有结案 所以基金会依旧会持续承担相关法律支出 而截至2021年5月为止 该基金会总收入为2.36亿港币 总支出为2.32亿港币 根据612基金公布的停止运作日程 即日起停收新的个案申请 并且暂停发出紧急经济支援 借出保释金 遭到积压的紧急经济援助 民事案件支援等 9月1号到27号为最后的支出进行募资 928最后一次支出款项 而在公布最终募资结果以及结余之后 612基金将在10月31号解散 不过这一次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立法院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 如果有任何组织违法 尤其触犯香港国安法或是生养暴力 跟外国组织有不寻常的金钱交易 港警将会持续追捕 他们是否有违反现行法律 不会因为解散而一笔勾骚 解散最多是可被视为罪孽都所减低 香港电台计划与中国国营媒体合营 进一步引发香港电台跟北京密切结盟的隐忧 同时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媒 8月初宣布将会把总部搬至新加坡 成为第一个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将总部搬迁离开香港的网络媒体 另外有多位资深传媒人士相继离开香港或是宣布戈壁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 如果香港大局进一步订定假新闻法 估计将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离开香港 综合美国之音两篇报导 香港《南华早报》原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话表示 香港电台将跟中国传媒集团合营 而根据这项合营计划 中国大陆的中文节目将会在香港播放 向观众提供对中共斗争跟发展彻底了解 培养更强烈爱国主义意识的节目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表示 香港电台会播放更多的亲北京阵营主办的节目跟评论 他感到没有很惊讶 理由是香港电台越来越靠拢北京的立场 这是香港电台台长李百权 今年3月接任台长之后 所执行的一连串变革之中的最新举动 自从李百权被任命为香港电台台长之后 香港电台就失去编辑自主性 香港电台一名匿名的职员表示 香港电台新成立的创作团队 正在处理跟中国传媒集团合作事宜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确切讨论的事情 不过方向就是要播放更多中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 使得港台一步步变成中共喉舌 同时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之后 主打深度报导的香港收费网络媒体端传媒 在8月初宣布 将会把总部搬至新加坡 成为第一个在香港国安法之下 将总部搬迁离开香港的网络媒体 香港林郎大学文化研究系前副助理教授 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的叶映聪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 他估计端传媒将总部迁离香港 跟香港国安法以及苹果日报事件有关 此外在香港国安法之下 有多位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相继离开香港 而最能注目的是撰写评论超过45年之久 有江湘第一鉴笔之身的著名财经报章 信报创办人之一林杭志 7月29号在专栏节目宣布戈壁 他形容这是在大环境 还有选择自由之下做出的自由选择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指出 林杭志宣布戈壁可能跟苹果日报多名高层 以香港国安法被拘捕有关 因为相关事件已经反映出 在香港做政治评论 已经有实际可能被捕的风险 陈朗生表示 据他了解 在外国传媒在香港国安法之下 依旧还没有大规模称移香港的决定 不过他认为 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制定假新文法 估计将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离开香港 中国人大常委会 1.4天在北京召开会议 本周五预计在会议之中表决 将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落实 美国政府先前才对香港营商环境的改变 向在香港的美国商会提出示警 专家预言如果反制裁法真的通过 那么在香港的外国银行恐怕因此撤离 进一步伤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敌讳 不过对此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提出反击 综合媒体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发表文章 批评美国政府近日炮制所谓的香港商业警告 诋毁香港营商环境是因为香港国安法的实行 等因素而变差的说法 文章认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行 有效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 让美国一再抹黑香港营商环境令人费解 文章认为美国为了遏止中国 长期把香港视为反华侨投报 但是香港国安法制裁的是极少数反中乱港的分子 对香港营商环境来说 恰恰是定海神针市的大利好 事实上继香港国安法之后 反外国制裁法也引起香港商界警惕 作为一个拥有国际认可法律体系的金融中心 香港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 通往专制中国的可靠商业门户 而如今这项法案已经引发 香港国际银行界的隐忧 分析家跟业界人士指出 早已陷在北京跟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局面之中的国际银行 现在又要面对一个头痛的问题 尽管香港特首林正月儿表示 反外国制裁法建议通过本地立法的方式来实行 让港府可以更好地向外商解释 同时林正也强调 目前还没有就本地立法工作的时间表 但是已经开始为本土立法的事情 以及法律框架进行初步讨论 而在北京参与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 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行之后 他认为不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跟外资信心 不过反制裁法通过之后 等于在香港的银行必须执行美国的制裁命令 不过却得在香港面对起诉 这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如果真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大多数的银行可能会选择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因为美元对银行来说太重要了 香港政治学者郑宇硕则指出 外资企业为了平衡风险会逐步减少在香港投资 将业务慢慢转移至新加坡跟东京等地 与香港市场制度相近的亚洲城市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